提醒像是在台中的高美實地 可以看到外頭現在雲多多 看起來天氣不是很好 但其實台中現在的均衛 已經來到了20度左右 而且今天高危也有機會飆到25度 只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各地很多地方都陽光露臉 但還是要注意了 目前現在冷空氣還在慢慢的減弱當中 所以有些地方還是滿涼冷 所以出門最好還是要加件外套了 所以低溫特報要先提醒大家 因為冷氣突然還是影響 加上福壽冷卻效應 所以有些地方溫度是偏低的 今天的最低溫出現在桃園大溪 跟基隆安樂區都是8.9度 而在低溫特報的範圍是在 新北道苗栗以及宜花東 有8個縣市都是發佈低溫特報 局部地區有10度以下的溫度 但預計稍晚就會解除了 而接下來咬中旅途就提醒大家 今天早上涼冷 但隨著陽光露臉之後 其實各地的溫度就會慢慢的回升 而且高溫像是北臺灣有機會來到23度 中南部25 26甚至是更高的溫度 而在東臺灣則是有21度的高溫 就是早晚跟您提到了還是滿涼 所以就是要留意日夜溫差 最好今天是洋蔥室穿法 而接下來溫度會一天比一天高 禮拜六禮拜天甚至到下禮拜一 各地都滿暖熱 很像夏天的感受 很多地方都會來到30度 甚至南臺灣有機會來到33 34度的高溫 至於水氣也是不多 西半部都是多雲稻勤 東半部有局部的降雨 請大家週末假期可以好好把握出遊了 至於下一波變天 目前看起來是下週二 封面會影響 北部東半部的降雨會慢慢增加 北臺灣的溫度也會整涼 但中南部的影響相對來說不太大 至於未來溫度變化也要提醒您 今天其實在清晨的時候溫度是偏低 因為尖嘴低溫有8.9度 但是在白天陽光露臉之後 溫度就會慢慢回升 基本上高溫都會超過20度 所以在一來一往 很多地方都是超過了10度的溫差 至於接下來這幾天 溫度會一天比一天回升 尤其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尤其是禮拜天的時候 各地的高溫都飆破30度的機率 相對來說都滿高的 所以這幾天天氣變化其實滿大的 要多多留意了 至於降雨的部分也要提醒您 今天天氣相對穩定 水氣是比較少一些些 但東半部的觀眾朋友還是辛苦一些 因為這地方還是有些零星的降雨 至於明後天的狀況都是類似的 但禮拜六相對來說水氣多一點點 各地山區也是有零星降雨的狀況 宜蘭也也會有午後雷震雨 至於等到下禮拜二封面通過 到時候降雨的範圍 又會持續擴增 會持續帶您關注 至於空氣品質的部分 也要提醒您 因為今天環境的風場 是改為偏東風 所以西半部的擴散條件 相對來說是比較不好 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積 目前看起來竹苗地區跟中臺灣 還有金門地區都是來到了橘色提醒 所以過敏族群出門最好戴上口罩了 最後來關心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北臺灣的部分 北臺灣今天溫度是在緩慢回升的過程 要注意日夜溫差蠻高的 像是今天的溫度大概落在14度到22度 這平均的溫度落差也差了10度 至於在中臺灣的部分 中臺灣今天很多地方都陽光露臉了 而且高溫持續的往上飆25 26度 而在明後天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甚至會來到31度的高溫 至於在南臺灣的部分 天氣更好了 跟前兩天相比高溫明顯回升 而且到禮拜六禮拜天 同樣都會有30度以上的高溫 至於在東臺灣的部分 因為東臺灣持續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導致高溫上不去 今天高溫大概只有20度上下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中臺灣是1atk2 met Isa 比1.1消耗